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首先代表我服侍教会 乌斯特教会 在这里问候大姐姐的教会 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这样一个风红沉沉 落叶飘飘的时候 今天我跟各位要分享一个题目 就是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许多 似乎我们人所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在这里一起聚会 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聚会 我想这是神给我们很多很大的恩典 如果说今天早晨你来这里聚会 你不需要咖啡提神的 我相信有一些 昨天晚上睡觉呢 你不需要靠任何药物而能够睡好的 还有呢 你这个早上起来 你每天所吃的东西 如果你所吃的都是一样的 而且不喝任何的饮料 每天都是喝白水 你所心爱的人呢 当他没有时间陪你的时候 你不会有任何的怨言 而且呢 在你一生中呢 从来不开车 都是用走路的 而且不使用computer 没有cell phone 也不看电视 你说这种人好不好 好 我告诉你 如果你认为他很棒的话 我告诉你 你家的狗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有许多让我们在无论在速度上 在享受上 我们得到许多的恩典 我说今天在座的 大家坐在这里聚会 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存留 你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人睡觉 今天早上没有起来的 他一辈子再也起不来的 有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大概有15万之多这种人 那今天呢 你能够坐在这里聚会 这是神给你很大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世界 我们心存感恩 但是多少人呢 我觉得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好像我昨天晚上睡觉 今天早晨就一定会起来 好像是我在这个世上所得到的 都认为是我应该得到的 什么叫做感恩 特别在11月感恩的这样一个季节里 我们来思想 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这个感恩这个字呢 英文叫grace 那希腊原文呢 叫做caris 这是一个很美的字 这个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该得到而得到的 不是你用任何的功劳 或者说你所做的事情 而能够得到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呢 不是你的能力 不是靠你的本事 所能够得到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有一个乞丐 他呢在一个 一对夫妻家里的附近 在那个地方乞讨 所以这个男主人呢 他很有爱心 每次上班经过的时候 就会给他五块钱 就是这个乞丐呢 虽然不是很富裕 但是也活得很好 所以这个男士呢 走过去的时候呢 会给他钱 后来有好一阵子呢 这个男士走过去 不再给乞丐钱了 那个乞丐很纳闷 就时间过久了以后呢 这个乞丐就非常生气 有一天 这个男士走过去的时候 他就抓着他 他说你以前呢 经过这个地方 都给我五块钱 现在怎么不给我的呢 这个男士说非常的抱歉 因为呢 这一阵子我妻子生了小孩 所以我家里呢 用钱相当的紧张 需要买奶粉 尿布 所以周转不灵 抱歉 这一阵子都没给你钱 这个乞丐就很生气 抓着他说 你怎么可以用我的钱 来养你的小孩 我想这是很多时候 我们对恩典的这一种感觉 或是我们所体会到的 其实这个恩典 我们自古以来 中国都了解 对皇上 我们有扣 对皇上的 只不悔 这种忠贞 这是对上 我们都知道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这是一个 也就是 说一不二的孝道 自古以来 中国人对 对这个 这个皇上的忠诚 对父母的孝顺 每个人几乎 生下来就了解 而且一直遵守 但是时过境迁 现在皇帝已经没有了 而且家里的关系 靠着这种大家庭 变成越来越 以个人为主义 所以很多人就不觉得 什么叫做恩典的重要 好像我们觉得的恩典 只不过是在 这个古装连续剧看到的 寇谢皇上 好像我们的恩典 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就不再需要了呢 也就是对这样一个 白白得来的 我们常常会认为说 我呢 虽然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也一时无缺 我虽然不是圣贤完人 但是也不作奸犯客 我何尘需要所谓的恩典 我对事情是为人正直 而且靠着我的劳力 来赚得我每天生活所需要的 我觉得这是很多我们从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 人本主义的价值观 所带来今天 我们对我们的前途 对我们的环境 所造成的似乎不需要恩典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许多的宗教 这些宗教呢 像比方说 我们讲到佛教 他所讲的是修行 靠自己的功力 回教呢 他所讲的是行善 那佛教呢 讲的是这个振兴 其身 修身 其家治国平 是用本身的力量 来改变你一生所要走的道路 但是我们的信仰 如果不是靠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白白示给我们的 我们今天甚至于没有生命 能够坐在这个地方 一起敬拜我们天上的佛神 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种感受 什么叫做恩典 所以我们对恩典的认识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 特别在这个感恩的季节 我们知道恩典不是用的能力 所能够赚得的 在社会上 我们常常听到 一分这个 我们的劳力 就会得到一分的功德 认为功德呢 是靠着人的努力所赚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 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 不是你的努力所能够得到的 比方说 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像空气 像阳光 像水 这些东西都是神的恩典 白白示给我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像神所给我们的生活 当然我们所遇到的一切 有许多的东西 不一定尽如人意 像上个星期 全世界的人 可以说是平息以待 最牵动人心的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总统的选举 在这场选举当中 我们也知道它的结果 无论有人说 这是一个民主党的失败 或是共和党的成功 其实在这样一个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基本的草根的民粹 它所运用的能力 面对的所谓的 这个社会的精英 的一种挑战 但是结果我们看到 草根的民主 也就是大众的 绝大多数人 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力量 好像Titanic 这个铁达尼号 是一个在人看来 最坚固 不可能沉的一个船 冰山呢 就好像是民意 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大 但是底下 它有一个巨大的底座 是人所看不见的 当Titanic碰上 巨大的冰山以后 不是这个冰山被撞离开 而是在世人看来 不可能沉没的Titanic 也会破损 也会沉没 每个世代 我们看到世界的历史 改朝换代的时候 有一股民意的力量 所谓的这种大多数人 民主草根的力量 在那边运作 当然在这选举当中 不管你选的是谁 不管结果是不是令人满意 但是我们今天 选出了一个总统 在之前呢 可以说口不遮言 他要建造一个高墙 把许多人挡在外面 然后里面有许多的财富 让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 请注意 高墙无论你建得怎么高 终有倒下的一天 而且今天你看到 我们所居住的社会 所谓的这些恐怖分子的 当然是有从外面来的 但是多少时候 在这个社会 之所以造成不安 常常是种族的不同 警察跟老板性 无论是肤色不同 所产生的冲突 造成社会的恐怖 有一个老板 她是很怕太太的 我们叫做巨内 她呢 就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所以这个老板呢 她就请她的员工 都是男的 说请大家过来 我要了解一下 这个巨内 只有我一个人 还是大家都跟我一样 她就请这些所有男同事 很多人都到一个旁边来 她说所有巨内的 就是怕太太的 都坐到我的左边 不怕太太的 到我的右边 结果大家都往左边跑 结果呢 人很多 一个坐右边 哇 大会那个人的部长 老板就 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不巨内的 到台上来 讲讲 你的预期术 怎么样能够管理你的妻子 大家可以好好学习 因为只有她一个人 结果她就上台 她上台呢 大家给她很热烈的鼓掌 要她能够教导大家 在家里 如何跟你的妻子 是比较凶悍的妻子相处 所以老板就说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在右边 请你发表你的演说 她说呢 我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 我太太都一再再三地叮咛我 命令我 说你现在上班 你出去 现在这个世界很乱 而且常常有这个枪杀 这种恐怖事件的发生 所以你出去一定要听我的话 人多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去 我们活在一个恐怖的时代 我们活在一个 似乎在人看来 表面上 我们有最先进的科技 我们似乎有做富裕的生活 在美国 有最高的学府 我们似乎也有最简洁方便的 这种各样的交通设备 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念的哈巴古书 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是不是世人就得到安逸 是不是高墙就永远不会倒下 是不是财富就永远在你的掌控之中 哈巴古书 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三章 在这几节的经文 当时犹大国是约西亚 他执政的时候 当犹太人的王 这个时候呢 先知哈巴古 当他活在那个时代 他知道老百姓被逆 敬拜假神 也就是去敬拜迦南当地 他们异教的神 是非常讨神震怒的一件事情 所以哈巴古从心里 就发出两个疑问 他的两个疑问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责问神说 老百姓这样子的败坏 神的审判为什么还没有来到 这是第一个 他对神的质疑 当神透过圣灵 让先知哈巴古知道的时候 是的 老百姓是败坏 这个民族是离弃了火 我会用审判来教训他们 神所运用的审判是什么 他要拆派一个更恶的敌人 巴比伦 当巴比伦 兵临城下的时候 先知他大惑不解 说是的 你要惩治你的百姓 你可以用许多其他的方法 为什么用一个 最大恶极的君王 尼布贾尼撒 巴比伦 这个不但是不信神 而且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国家 来教训你的子民呢 先知哈巴古 他没有办法理解 神的作为 所以这时候 他从心中发出的一种疑问 但是在哈巴古书第二章 神告诉他说 一人必因得生 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虽然当巴比伦的军队 兵临城下的时候 先知在一个极为黑暗的时代 他看到了敌人 要蹂躏他的国土 要欺压他的百姓 当时的光景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在哈巴古书第三章 这里所说的 这里他看到一个极端恐怖的情况 哈巴古书第三章17节这里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感染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你看这样一副 可以说是一个史籍的光景 无花果 是犹太人生活必须的食品 他可以做无花果饼 还有葡萄树 是他们的饮料 基本上 也就是说他们是喝葡萄酒 也就是他们每天所需要的饮料 也没有了 橄榄树 它能够产生橄榄油 是一种医病的 是一种滋润人心的 可以抚伤他们的痛苦 是一种民生的经济上 很重要的一个农作物 橄榄树 也没有了 田地不出粮食 他看到人民将会遭受到饥饿 国家要受到毁坏 家园会毁于一旦 不但是这些都没有了 而且呢 圈中绝老羊 棚内也没有牛 也就是老百姓人民靠以生存的 无论是农作物 无论是这个畜牧业 也就是人将面临的死亡的袭击 我想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 先知他所看到巴比伦 叫压境的时候 所产生人民的痛苦 这时候 似乎先知 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他们要遭受这样的痛苦呢 请注意 在哈巴谷书第三章 第一节这里讲到 这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 他所用的调呢 这个是一个流离歌 他所用的调是流离调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绝对的考证 流离歌 流离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调 但是我们知道流离 他所代表的意思 当人困苦的时候 那种困苦流离 从内心所发出来的呼求感慨 但是另外一方面 流离所代表的意思 虽然他们艰苦 但是他们仍然为他们的主 所产生的信心 所以流离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意思是 是高昂的意思 是一个有斗志的意思 虽然痛苦 但是因为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眼目仍然向上 我们仍然怀着希望 往前走去 我说美国这个国家 在过去历史历代 的确神祝福神也兴起 我们看到西部精神 无论是拓荒 无论是早期 这些先民所立下的血汗功劳 我想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值得欣慰的 这是一个民族国家 在远古的社会 丛林社会 当他们要选领袖的时候 比的是拳头 也就是用打破头来产生领袖 在民主国家 试下自由 彼此互相的尊重 变成属人头 从打破头到属人头 这是一个很大的文明的进步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选举 你所要选的人 虽然有的人说 牧师 这次两个人我都不要选 我怎么办 似乎在一个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做了选择 无论这个人 他事好事坏 但是我们相信 神在永恒的旨意 愿这个国家 能够在神的掌握中 无论大水泛滥 耶华 仍然坐着为王 我们相信神 有他美好的旨意 或许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地明白 靠着恩典 靠着神给我们的责任 勇气 信心 力量 我相信这个国家 在基督徒的祷告之下 为你的领袖执政 掌权者祷告之下 神会让这个国家 让这个世界 明天会更好 不要迷信 所谓的高墙 不要迷信 所谓人所给予的制度 一个国家 若不以耶华为神 那个国家 他们的愁苦必要加征 任何一个时代 都有他痛苦的时候 比方说埃及 当约瑟在埃及治理国家的时候 是一个政治非常亲民 而且约瑟呢 他是大有智慧的 就算说一个世界首强的国家 在当时埃及 也有七年饥荒的时候 约伯 富甲一方 他拥有美好的儿女 拥有妻妾 而且拥有这个广大的财产 有许多的仆人 就是这样子一个 就算说人人所羡慕 而且在神的面前 被称为义的义人 他仍然有家破人亡 妻离止善的一刻 因此只要你是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都会遇到 像哈巴谷所说的 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感染树也不效率的时候 因为我们活在的时代 可以说不但是恐怖主义 在我们周围 你不要认为恐怖主义 或是这些人 极端的恐怖主义 好像以前的时代 你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其实在你旁边的每一个人 都可能是你的敌人 时代改变了 经济制度改变了 我们所存活的时代 的确 科技 可以说直线 突发的猛进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舒适 但同时 似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似乎我们存在的世界 更加的人磨 我们似乎 是在这个世上 我们活得更好吗 还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在表面上 我们似乎活得很得意 好像当时的犹太人 其实他们也感觉活得很好 但是当大敌压阵的时候 这个巴比伦压境的时候 先知所看到一副痛苦的图画 我想这是一个人心 所希望能够施变 在美国这个国家 施变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犹太人 他们也要面对大敌 当面对强权的时候 先知 我说哈巴古书第三章 是一个祷告 也是一个诗歌 他绝对不是沉醉在一个痛苦 无病声音的时代 而是说在一个痛苦的环境 如何能够抬头 如何能够仰望 十八节说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你看这是一个完全的转折 当他看到地图 当他看到羊圈的时候 当他看到牛棚 当他看到五花果 似乎一切时机 所面对的都是虚无 所面对的都是一种败坏的景象 但是诗人 我说这是一个琉璃歌 他仍然怀着希望 他说 然而我要靠着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早在1517年10月3月 那天有一位很伟大的宗教家 叫马丁路德 他看到当时宗教的腐败 他看到他处的环境 跟他所念的圣经 有很大的差距 就在1517年10月31号 他写了95条条款 这是很有名的 可以说是宗教革命的开始 他就把这个大字报贴在他所教学的 那个Wittenberg 德国在那个教堂上 结果引起很大的反响 这个宗教改革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接着我们看到欧洲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人对教廷的腐败 有一种从这个社会的良知 跟圣经的教导 人渐渐地提出 什么叫做全民济世 什么叫做唯独圣经 什么叫做圣经的真理 这个阴性称义的真理 再一次高举圣经 结果这样一个运动 蔓延到欧洲许许多多的地方 让人看到圣经的真理 在这个地方施展开来 而且要震动人心 后来英国在1534年 Henry八世 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在婚姻生活 比较败坏的一个君王 他为了要修他的妻子 另娶一个人 但是罗马教廷不同意 他就与这个罗马教廷 反目成仇 离开了罗马教廷 自己组成了一个英国的国教 但是曾几何时 这个国教也渐渐地走向腐败 那时候在英国有一群人 我们所谓的清教徒Puritan 那Puritan这个意思呢 他就是要Purify 让一些腐败的这个教条 教会里头的规章 不合圣经的 要把它净化 有一群人 他就叫新教徒Puritan 他们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的国土上 敬拜天上的父神 按照圣经的教训 所以他们离开了英国 首先是到这个荷兰 但是在那个地方 仍然受到政治的迫害 当他们回到英国的时候 受到Queen Mary 一个极大的逼迫 他们就想到 在这样一个地方 似乎不是九流之地 他们看到哥伦布 远到美洲 他们想那个地方 没有政府 没有君王 没有法院 没有筷子手 是一个他们可以自由 按照圣经真理敬拜的地方 所以依然决然的 有一百零二个人 就成了Mayflower 这个船 从当时的英国 Plymouth这个地方 浩浩荡荡的 这个船并不大 一百零二个人 在船上 大西洋航行了一百零二天 来到了Massachusetts Provincetown Harbour 这个地方 当他们下来的时候 他们第一件事向神的感恩 他们的领袖 Greyford 带领他们就在岸边 第一件事就是跪着祷告 虽然经过风浪 虽然经过许多的痛苦 但是当他们踏上了 美国的国土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 跪在地上 向神献上感谢的心 之后呢 我们知道第一年的冬天 非常的寒冷 在Massachusetts 所以有将近一半的人 死于非命 也就是在一个痛苦 寒冷的冬天 虽然他们死了很多人 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 但是靠着神的恩典 他们能够在第二年 有美好的收成 跟印尼爱人一起欢度 Thanksgiving 也就是第一个感恩节开始 后来呢 华盛顿总统 他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定一个节日 来纪念这样一个感恩的时刻 后来林肯总统 他就是用国家的法律 定了11月最后一个礼拜 但是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四 跟圣诞节太近了 后来福布尔总统呢 又改成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 就是下个星期 当你面对感恩节的时候 我说我们有许多事情要感恩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虽然葡萄树不结果 但是当先知看到了另外一个图画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旧我感恩 也就是这件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环境所带给我们的 高墙所带给我们的 或许是一种保护 但是无花果树 它有发旺的时候 它也有枯萎的时候 同样的葡萄树 当它结石累累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饱 我们可以喝葡萄酒 但是也有一天 它会貂蝉 它不在结果了怎么办呢 你那个时候你的依赖到底是什么 你心中所盼望的 当一件一件事被夺走的时候 像约伯一样 当它一无所有的时候 它却能够说 赏识的是约华 收取的也是它 我想这是我们生活的介绍 特别我们这群人 从东南亚 从亚洲 不管什么地方 来到了这个地方 好像当年这些清教徒 他们怀着一个使命 是为了要能够敬拜 我相信每一个人生活 清教徒也不例外 你我也不例外 你来到这里 为的是什么 很多人是为了而学教育 有的人可能为了你要得取更高的学识 能够探索在这个自由国土 能够得到各方面的自由等等 这些都好 其实每一个人对宗教的诉求是什么 一个就是追求人生的喜乐 希望能够得到平安 另外一方面就能够避免 所谓的这种凶恶的事情 也就是坏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 在生活上的意念 希望明天能够更好 希望身体能够健康 把这些邪恶 或者说是所谓的凶不好的事情 能够抛开 但是今天我们看 世界上仍然有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所追求的 只不过是生活的安逸 只不过希望能够活得更好 希望我们的钱财更多 什么叫做公义 什么叫做正义 什么叫做社会责任 什么叫做人间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 跟这个友谊 我觉得这些 如果我们所要的 只是更好的明天 生活得更好 在物质上 我想很多这种正义 这种人间伟大的情操 所谓的道德 也就要复之流水了 你看 比方说有一件事情 像这些姐妹 你说怀胎痛不痛苦 怀胎痛不痛苦 那是一种诅咒 在创世纪里讲 是很痛苦 但是一般的姐妹妈妈 你都会怀胎 为什么 当小孩生下以后 你会很快乐 也就是你看 一个是痛苦 一个是快乐 比方说谈恋爱 是很快乐 而且你可以 一无反顾 事实如归 好像是鹅一样 能够扑火 生死在所不惜 因为有快乐 但另外一方面 一日不见 如隔山丘 那种牵肠挂肚 是痛苦 也就是无论生小孩 无论谈恋爱 有他快乐的一面 的确 但是也有他痛苦的一面 所以我们生活在世上 不是说只追求快乐 也不是说要追求痛苦 在生活快乐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会带来痛苦 而且这种痛苦跟快乐 理论上好像是 两个不同的元素 一个是快乐 一个是痛苦 错了 其实这两个元素 可以融合在一起 痛苦跟快乐 合在一起 叫做痛快 那种的快乐 才是快乐的 最高的一种境界 其实我们都希望 生活能够有快乐 而减少痛苦 什么叫做牺牲 什么叫做奋斗 其实都包括在 所谓的这种痛快里头 星际级的元素的诗人 有一句话 说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兰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燃山处 你看 你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找一个东西 无论是政治理想 无论是我们的总统 无论是生活 我们都希望找 好像在这个木兰回首 木兰回首 我相信在座的 二十岁以下的不太多 所以二十岁以下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木兰回首 因为他们前面 有很多的地方 他们要奋斗 三十岁其实也不太了解 在座的 如果你四十岁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什么叫做木兰回首 你看中国这些诗人 他会说呢 遥想当年 小桥出下了 遥想当年 遥想当年 就是木兰回首的意思 这是苏东坡所讲的 还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曹梦德 他会说 人生几何 对酒当歌 这些都是 木兰回首的意思 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会木兰回首 木兰回首 你会清点 在你这一山当中 你走过的路径 你所度过的岁月 也就是做一个检讨 这个叫做木兰回首 所以今天 当你在这个地方 无论你活了多少年 我想我们也需要 有一点时间 我说木兰回首 它真正的意义 不是说你过去怎么样 不是说你找到什么东西 当你到有一点年纪 你回想过去 我想很多的 我们会觉得 我们失落了什么东西 可能我们失落了很多 可能是友情 可能是心情 可能是我们在人生 当时并不觉得 很珍贵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木兰回首 在灯火燃山处 好像找到一个人 其实不是 其实当你年纪 越大的时候 你木兰回首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 似乎失去的 比你找到的更多 当那天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 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似乎在神的面前 你是不是找到了 你是不是失落了 这个诗篇二十三篇 第一节 好不好 你们背给我听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 来 不要怕 你看这节圣经 你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问各位 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 是 第二句什么 我必不至缺乏 你有没有缺乏 就不敢讲 有的你摇头 你看 圣经是不会错 圣经说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 必就是一定不会的 我必不至缺乏 第一个问题 你们很肯定地告诉我 说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当我问你们第二个问题 你有没有缺乏 很多人不敢讲 做第一排的 为了要让讲员能够讲下去 他就说他没有缺乏 大家想一想 你有没有缺乏 我说 不管这个姐妹 你有多少双鞋子 你会不会觉得 总是少一双 不管你家里多大 你可能在我的房间 总是少一个 不管你的手机 是什么型的 你总认为说 我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它的功能再更强一点 会更好 你有没有缺乏 基督徒 我现在再问你一次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对不对 对不对 没问题 你有没有缺乏 你有没有缺乏 你的银行数字 后面有没有少一个零 其实我们诚实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会感觉到 我们有缺乏 我们都会觉得不够 我觉得这是今天 这个现实的世界 所带给我们的 但是怎么样能够不至缺乏 它的答案就在前面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才能够不至缺乏 如果你认为说 经济是你的牧者 工作是你的牧者 国家是你的牧者 你的先生 你的妻子是你的牧者 你必会缺乏 也就是你的源头 你信仰的定向到底是什么 哈巴古诗人说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 欢心 因见我的神喜乐 虽然环境看来一无所有 但是为什么诗人呢 他会觉得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呢 他说因为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这就是以神为乐 因救我的神喜乐 因为神在他的生命中 那是一个至高的中心 是他所追求的对象 为什么他会说 我要因耶和华而欢喜 因救我的神喜乐呢 答案在第十九节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所依靠的 他是有力量的 不是某一个人 不是某一个党派 不是某一个势力 不是某一种的经济制度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这是一种力量 第二个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体 又使我稳行在高速 这是恩典 就是我们的脚 其实不快 但是他能够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体 母鹿的体 如果你稍微看一下 动物的影片 母鹿的体能够在这个 可以说金鸡里头 或是在很陡峭的山崖里头 它仍然能够跳跃 它仍然能够奔跑 剑步如飞 因为这是它的本性 我们不能 是它使我们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它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的体 又使我稳行在高速 这是一个明性的提升 如果看我们的环境 无花果树不发望 橄榄树也不结果不效力 葡萄树也不结果 几乎一无所有 没有牛 没有羊 但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因为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它使我的脚 快如母鹿 又使我稳行在高速 这是一个信心的突破 这是一个信心的成长 这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感恩的结果 让你的灵性能够提升 能够行在高处上 而且如母鹿的体一样 有一个家庭非常的穷 这个妈妈呢 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如苦寒心的带着三个女儿 家里非常的辛苦 在感恩节前洗 他们来到教会聚会 这个牧师就宣布 说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词汇的事情 我们要捐一些钱 帮助教会里最穷的一个家庭 我们要收集奉献 但是给大家一段时间 你可以去筹这些钱 我们希望把这个钱收集了 要帮助教会里一个最穷的家庭 这个单亲母亲带着三个女儿 他们回家就思想这件事情 这三个女儿呢 非常的孝顺 他们就想说教会里 他们自己很穷 他们知道穷是什么味道 他说他们要参与教会这个活动 所以三个女儿呢 就分别的 有的到街上去卖 有的帮人家看小孩 有的去打工 就是一分一分钱慢慢累积起来 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就把他们所赚的 这些很小的钱 很开心的三个人一起到银行 结果就换钱 换了纸钞 结果呢 他们拿到了这个65元 他们就像银行的这个Cashire讲说 我们要奉献给教会 所以希望你可以给我很美丽的 很新的钞票 这个银行的行员就给他们 换了65块 20 20 25块 所以到了那天 这个教会要收集这个钱 要帮助穷苦的人的时候 这三个姐妹 就把事前准备好的信封 还有崭新的纸钞 折叠好 放一个信封 奉献的时候就丢下去 他们心中非常的开心 他们看着母亲 母亲呢 对着这三个女儿 展现出会心的微笑 结果他们很开心 说我们可以帮助教会 最穷的 穷困的一个家庭 就到了感恩节那天 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呢 有人敲门 这个妈妈一开门 是牧师到她家里 结果呢 她就问牧师 你来我家有什么事 她说 我到你家 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你知道 我们前一阵子教会 我们收集了一些钱 要帮助教会里最穷的 她就把那个信封 留给这个妈妈 牧师就离开了 当这个牧师离开以后 三个女儿 心中非常的痛苦 当他们一起打开 这个信封的时候 看到信封里头 有三张崭新的二十块钱 一张崭新的五块钱 然后再加上两张破碎的一块钱 总共是六十七块 当他们看到这个钱的时候 他们眼中流泪 他说难道 在教会牧师 弟兄姐妹的眼中 我们是最穷的吗 所以那天晚上 他们没有说话 默默地 这个钱呢 他们也不动他 妈妈知道 女儿的心情非常的痛苦 后来过几天 又是星期天 他们要去教会 这女儿说我们不去了 因为在教会里 人认为我们是最穷的 结果妈妈说 不可停止聚会 还是硬带着他们 到教会去聚会 结果他们走去的时候 这个天 还是风和日丽 但是他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他们不愿意去 因为他认为教会 认为说 他们是最穷的一个家庭 结果他们到了教会以后呢 这个牧师也讲到 就像一般的聚会 只不过在最后呢 牧师介绍一个宣教士 他说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一个从非洲来的宣教士 他有一个要求 结果这个宣教士呢 就当众宣布了说 我在非洲的一个教会 现在需要建堂 我们有很多的人 我们在露天底下聚会 我们希望能够盖一个 有屋顶的教堂 让这些信徒 能够在不受风雨煎熬之下 能够好好的敬拜神 所以呢 牧师就说 我们今天来收一个自由奉献 结果当这个奉献带传到这个母女的时候 他们呢 眼光彼此交会 就把牧师给他的那个奉献带 又放了进去 结果聚会结束以后 他们清点了奉献 结果宣教士上台 他说今天来到贵教会 非常的荣幸 我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 跟各位分享我建堂的需要 但是今天 我却收到了七十块的美金 他说这七十块美金呢 能够建造一个很好的教堂 在他服侍的教会 他说 虽然你们人数不多 虽然你们不是很有钱 但我知道 在你们当中 一定有几家是非常有钱的人 结果母亲带着三个女儿 当他们离开 进来的时候垂头上齐 回去的时候 昂首阔步 当他们呢 走路的时候 抬头挺胸 非常的高兴 回到家 他们说 我们在教会里头 是最有钱的一家 所以我说 这不在乎你有多少 因为神所给予我们的 就像保罗 他说 他虽然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得有 虽然忧愁 却是喜乐 虽然是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这是哈巴古书 给我们的教训 虽然在人看来一无所有 但是却因为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露的体 又使我稳心在高处 无论你今天 你所面临的情况是怎么样 或高或低 或好或坏 或贫穷或富足 或你的心情很低沉 或许你很喜乐 但是如果你有耶和华 成为你的高台 成为你的力量 这个力量要与你同在 但愿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思想 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 让神的恩惠 借着他的儿女 能够翻转这个地图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神要震动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而且你所给我们的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主恩待在座的每一位 和我们所代表的家庭 也施恩给你的教会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